好啦 那我們剛剛呢 欣賞完了優秀的演出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馬上來進行 Cosplay 比賽的一個部分了 那今天呢 我們的 Cosplay 比賽呢 我們TOTALLY 有17組的參賽選手來報名 那其實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在這17組當中呢 我們會選出最後呢 有三個 三個組別 會得到獎項 包含了最佳創意趣味獎 會有一名 最佳的造型獎 會有一名 最佳的表演獎 會有一名 所以總共會有三個組別得獎 那獎金個別一萬元 個別一萬元 不算多 因為對於所有角色扮演者來說 他們可能付出的服裝啊 道具啊成本其實更高 那當然要來幫這些表演者 比賽者來評斷的 一定是非常優秀專業的評審 那接下來我想 我就一一的幫大家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評審 然後呢 我介紹了評審之後 我會請他上台來幫我們的參賽選手們加油 也幫大家來這個詞 那也希望大家給予專業的評審們 一個熱情的一個掌聲 首先呢 等一下等一下 我還沒搶 我要介紹他才掌聲啊 對 不要搶拍子 好 那首先呢 我要先歡迎的是在五高雄在地 一個非常優秀的一個專門做道具 各種重裝型台甲道具的一個工作室 脑匠道具工作坊的首席道具師 讓我們歡迎菲菲老師 菲菲老師 菲菲老師今天 神力與超人辦相 對 能跟大家來打個招呼吧 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 等一下我們的表演跟比賽會被你們精彩 請大家等一下 有看到好的表演的時候 給他多多的鼓掌 多一點掌聲跟鼓勵 喔 菲菲老師本身的非常擅長 製作各種道具 所以包含您今天全身上下的這個 都是親自來自您的巧手所製作出來的 對 所以今天呢 我們也會看每一個每一個角色 發揮著他們身上的道具啦 所使用的武器啊 身上的裝備 到底精細程度如何是否貼近角色 那這個就交給專業的評審老師來負責啦 謝謝 菲菲老師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歡迎第二位 第二位呢 他本身是在整個東邁CG圈裡面 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舞者 那甚至到現在呢 也已經新升為舞蹈老師的一個身份 進來的朋友讓我們熱情掌聲 歡迎Pinaco 廚子老師 哇 今天廚子也很難得 就是全班上的一場來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那各位大家好 我是Pinaco 廚子 好 那麼今天呢 除了各位參賽者有表演之外呢 在大家的舞台魅力還有颱風上面呢 會特別注意這些部分 所以其實喔 今天的參賽者呢 因為你知道 歌唱舞蹈 都是人類自古以來很自然的一種娛樂形式嘛 對不對 是 因為我們圍著火爐 我們可能就會開始唱歌跳舞 所以舞蹈很自然 可是怎麼跳 跳得好不好 怎麼樣能夠去表現自己的角色跟故事 這個其實也是有很深 很深好的學問在裡面 那 廚子老師是 當中非常翹楚的一位評審 那今天 當然這樣的裝扮應該比較不適合跳舞吧 對不對 今天是比較酷的角色 好啦 那我們想 還是把專業的評審 交給專業的評審老師們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廚子老師 謝謝 謝謝 所以啊 其實專業評審們 上了舞台之後 你光是看他們那個 走上來的那個氣勢都不一樣 我覺得上舞台 有時候更多的需要是自信 可是當然接下來這一位呢 他也是一個非常專業 他本身呢 在這個車山工作 工坊服裝設計師 他本身做得非常厲害 哇塞 非常厲害的服裝道具間登場 讓我們熱情角色歡迎 許圓順老師 老師 你這樣能講話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許圓順 老師老師 您能不能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您今天的角色 是是不是 我今天擔演的角色是最近 我很多一款手機遊戲 叫第五人格 這是一個NPC的角色 是念音精靈 那音精靈的部分 大家更是比較沒有投入 因為就是服裝倒具 服裝控制式的一個缺點 就是看到我看的衣服 就是想做 所以主要是 衣服的部分很吸引我 所以就是準備 這一套來參加今天的活動 所以其實啊 大家其實從 我們跟大家很了解 當你看到很漂亮的衣服的時候 你會想要把它穿在身上 怎麼樣能夠幫一個衣服 從零 從布開始 從零到有 變出一套一整號的衣服 穿到身上的時候 能夠完美的去體現這個角色 我覺得這個也是 今天的專業的評審人 能夠做一個評斷了 那老師今天其實不方便行走啊 還是 感謝您今天特別的盛裝來出行 那我們再次以熱情的掌聲 謝謝 謝謝老師謝謝 哇 所以今天的評審來評審 可是 絕對不是只是來評審而已 今天他們也打出了 他們對於他們所熱愛的角色 以及他們所擁有的專業 然後去融合成他們自己的一個模樣 那今天的評審席呢 會在面對舞台的 大家的正後方 我們會架了一個高舞台在這邊 等會兒人會請三位老師們 來到後方的舞台 然後來看我們這個比賽 所以呢也請在評審席前方的一些朋友們 可以的話呢 希望你們就維持坐著來看比賽 因為如果擋到的話 評審就看不到我們的比賽 要怎麼樣來進行了 那我們今天的比賽呢 剛剛大雄說過 我們有17組 那每一組呢 我們的表演時間 就是他們自己的在舞台上 準備的表演時間 會有5分鐘 那每一組結束了之後 大雄會上來進行一些訪談 會跟他們來聊一聊 他們的一些表演的一些內容 比賽的一些內容 那評審們呢 將會以服裝道具 角色相似度 舞台魅力 台風 跟時間掌控 這5個不同的一個項目 來評分 那我們最後會結算 老師 三位評審老師們 最後的一個成績 來決定最後的一個得獎者 所以我們的比賽 是公平公開 也很公正的 我們甚至還有直播的鏡頭 對著我們舞台上面 所以也希望大家一起來 享受 我們的這場比賽 那當然 緊張的事情 就留給參賽者們來緊張吧